这是我在华翔美当了五年的背包客所踩的最大的雷 没有质疑 全新未激活的13pro啊 激活满饱365天那种的客户拿到手里激活之后发现竟然不能使用面容 他现在这个快递呢给我发来了 一会儿呢 我要跟他这个视频 然后呢去拆下这快递 然后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面容 因为我到现在都不信 有这样的事情干了五年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全新未激活的机器 这个激活之后没有面容 我现在是准备跟那个大哥视频 下着到了 我看到那面容到底都没用 哎大哥 兄弟 杠我杠造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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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起来起来晚一般一般一般弄下午餐上班 好 我那个充电器没给你走啊 嗯 好 密码多少 有ID是吧 你ID没退是吧 我 我 我没听你退问题 我不知道咱咱还没办法 你试吧 你就咱咱咱试吧 看你能过吧 过不了 是不是有问题啊 没骗你吧 嗯 是有问题 我看我看 兄弟 你说我做不做心啊 做不心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大哥 我比你做心 因为我现在给你承诺啥呢 这有问题了 这是我管 你呢 当了点时间 但这是我管 我比你着心 你要 我要是我不管的话 就你着心的 但是这东西你当买手机 我可能不管 那是 那谁的时间也不是平衡来的 那我也想造用啥 是吧 哎呀 这个面容 我就奇了怪了 我根本是全新的机器 面容能不好用 我真是服了 我都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机器了 全新危机 我的 你说你还不相信 你还估计说咱不会用智能手机 我没说你不会用智能手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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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这么买的 我只是我这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的 你把那个爱立给我放来 哎 我就按照那个 按照这个声音说的 这个机器 我 我 我把钱全款退你 我一会儿下 一会儿下了就退你 那是不是这样 那是你 那你还给我发 还是给我退钱啊 我跟你追 咱也相信你 对吧 我不答应你了吗 给你退钱吗 你要是觉得你要撒药的话 我再给你再拿一台 你要你说什么港版什么的 你再拿 那你就 那你就钱就不用退了 你现在就给我找个港版 今天都发就发了吧 那我就咱们等会儿一会儿高师长去拿港版的 哦 港版256的了 对对对 我也有一会儿开下价格 但是我真是服了啊 就灭容灭容 就是说 全新未激活的这实战普肉灭容能不好用 就是说 正呢 我就是干了这么多年了 我就没听过这事 我给你 那你今天就找一个港版的给你发货 好吧 兄弟啊 把那个哪儿吗 锁上哪 锁上哪 锁上哪啊 确实不好用咱就那个按照自己的锁子这么来 这个东西 我都不难理说啊 这个东西 这个是全新的未拆风是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种这种东西反正是 老哥之前买的美版的13pro 然后呢 新战的这个13pro出问题了 想换一台这个13promax港版的 我现在来市场呢 给他找一台全新未拆风的13promax港版的 新战拿到了哈 老哥补了一部分的这个差价 全新原封13promax港版256G新出的配色绿色 华江北这边的机器哈 那种未激活的 档口呢 是不保的 这个东西是行规啊 所以我呢 我也没有必要去找档口 因为人家肯定不保 那只能说这个自刃倒霉 然后给他换了一个这个港版的 哎 是这个机器 老说这个背包客 这个一台机撞个两三百的 这赚钱那赚钱呢 这亏钱的时候 这机器八九千块钱呢 亏钱的时候 你没算在里面 人家这种刚到手里面刚激活 未激活的 然后买完钢激活 打开之后面容用不了 你说这种东西能不给你管呢 当我老板那边管不了 因为这是行规 但是你说这东西 你能不能就跟客户说的这让他自己认倒霉啊 它肯定也不行 就只能自己认了 好 今天视频就坐这里啊 我希望有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拜拜